我们都知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生命都是非常短暂的 当他们出生的那一刻 阎王爷就已经为他们的生死下好了命令 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今天过得很好 明天会发生什么 老人经常会说 当我死了的时候 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陪在我的身边孝顺我 可是我们都知道 即使是自己的子女 她们都不能全身心的对待我们 因为她们终有一天会长大成人 为人妻为人母为人丈夫 所以人老了谁都靠不住 最能靠住的还是我们自己 都说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所以当我们老的时候 甚至连我们自己身边的配偶都靠不住 因为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七情六欲 当年和你的配偶在结婚的时候 前妻会过得很幸福 可是后期你会慢慢的发现 她总是会因为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就和你发生争吵 甚至有的时候会和你动手动脚 从而让你们两个人走向失败的婚姻殿堂 所以人老了 谁都靠不住 夫妻都是空 唯独靠得住的只有我们自己 在我们身边就发生一个小案例 他就是我的叔叔 因为他今年已经72岁了 身体不是很好 所以他就想着自己 如果哪一天睡在床上不能动了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去照顾他 直到他去世之后 可是我们都知道 想的和现实差距是非常大的 他之所以会这么认为 是因为他生前还有几个钱 所以他们总是会在子女来照顾我们的时候 拿着金钱去哄着他们 当时他的子女一听他病倒了 没有一个人愿意来照顾他 可是后来当他父亲说 谁照顾他 每个月都会给他们两千块钱 当子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纷纷过来照顾他 这个时候 我的叔叔他顿时心就凉了一下 因为直到今天 他才看清 自己身边的人到底是什么模样 然后当我叔叔还没死的时候 他的子女就已经把他的财产分得一清二楚 事后我叔叔知道了这件事情 因为心情非常的不好 所以导致心脏猝死 当我叔叔去世的时候 他们的子女还在为我叔叔的后事争吵 谁都不愿意出一分钱去把后事给办了 之后还是我的爸爸拿了一部分钱出来 才把叔叔的事情给办了 直到这一刻我们旁观人都能够知道 子女全部都是空 如果自己没有钱 他们就会嫌弃自己 但如果自己很有钱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自己看得非常的高贵 不管我们要求他们做什么 他们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做 所以人老了一定要有钱 因为有钱才能让别人看得起你 如果你一方面老了 同时又没有钱 这样连你自己身边的亲人 或者是子女都瞧不起你 所以当我们人老了那一刻 如果真的是生了一场重病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安乐的去死 永远不要让子女替我们出钱看病 我们都知道提前是最伤感情的 所以老人们一定要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长命百岁 永远都不要去依靠任何人 包括自己的孩子 终有一天 他们也会厌烦你的 人生也会有一个就但英雅 有个好感召唤 你建访了个好感召唤